为拼总统大选呢 双英也要立拼大高雄选票 竞选布局已经启动 马屋在高雄凤山成立了高频竞选办公室 那么蔡英文团队也悄悄在凤山找了大高雄的竞选总部 结果呢双英的眼光都一样 他们把重点放在县市合并之后的市中心凤山 总部都设在凤山 来看一下呢之前的一个选票哦 那么上一次的总统大选高雄市 这个国民党还是赢了三趴 但高雄县可是倒数三趴 那么这回呢 那么蓝绿双方都把总部设在凤山 带你来看 大大的台湾加油赞拼2012总统连任 马屋高频竞选办公室率先在高雄凤山挂牌 地点就是原本的高雄县党部 而就在这个时候 蔡英文高雄市的竞选总部也已经巧巧选好了地点 就在前高雄县长杨秋心竞选总部隔壁的这个海产店 8月底结束营业就要交给蔡英文团队 马英九蔡英文双英高雄找据点 英雄所见略同都选在凤山区 因为县市合并之后 这边成了中心点 人口也最多 看看上次总统大选 蓝绿得票率在高雄县市呈现拉锯战 2012高雄也是拼搏的重点 那坐回向地道刚好是坐北朝览的格局 那坐北朝览在今年的格局算蛮不错的格局 因为刚好是一个正向 那在不高的这个建筑 刚好我们面对这个大楼都是二十几楼 那这个高建筑来讲的话 刚好形成一个泰山压顶的一个格局 蔡英文高雄市竞选总部已经早一步启动 2008年马销总部延续好风水 沿用跌破眼镜当选立委的江陵军总部 如今当地已经成了水族宠物馆 总部要落脚何处 市党部表示还要有高层定夺